彰化射头织袜巴勒节迈入第22年 今天于射头香果菜市场正式登场 彰化县长王惠美 射头香长肖骏二等人出席 活动到12月10日为期三天 有全国最大织袜精品展售 农特产品展售 演唱会等精彩活动 还有首次举办全国织袜评鉴 现场有巴勒创意料理免费品尝 摸彩 打卡送好礼 发票换袜子等好康活动 邀请全国民众相纠来射头买袜子 吃巴勒 有三多 织袜 拔剌 董事长最多 12月是拔剌最好吃的时间 所以明后天来到我们的射头 有好吃的拔剌 有品质好的 而且是当地价格的一个这个袜子 还有非常多轻旅行你可以参加 你只要坐火车来到我们射头火车站 下车之后就有接驳公车 接你来到我们之瓦巴勒的一个这个观光节的一个产地区 然后还会带你到各个地点做轻旅行 欢迎大家礼拜六礼拜天来射头之瓦巴勒观光节就对了 所有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射头书瓦巴勒观光节上场开幕典礼 首先感谢我们王县长来给我们加油打气 来给我们推广促销地方的特产 我们今年这个瓦巴勒观光节 有跟以往有所改变 因为今年是迈日第二十二年 我们今年的活动不止只有在 在巴勒这个果菜公司三天 我们现在把人潮把它引进到我们的市区 所以今年对我们的火车站 才有我们的龙灯和小朋友的彩绘灯 我们的射头乡的鱼 我们的两千多位他们的自己的创作 还有那个中一路这个杜奸花大道 有我们的花海稻草意识创意 以及未来要打造做假日市集 还有我们的那个清水源市 我们的管理部组 都在这里给大家拜拜 我会比较大家合家面 我们的那个东边的黑山 是我们有我们这个七千一到十八万古道 我们的挑衍古道 可以说是我们登山 旅游非常好的这个基点 还有我们的资料产业延期 第四个景点 我们今年首创 我们的全国之外的评鉴比赛 即将在明天下午两点要登场 要让全国民众知道 我们这个产业的重要性 和它的特质 因为最后一站是在我们这个 夜眉石 夜眉石是我们全国最多的 我们这个山河院 我们前面有那个 花海稻草意识创意 所以整个东线一直呢 就这样接送 要把人潮把它引进 明天另外我们在综艺路又有一场 跟农会合办一场 舍头农游记 最主要是把产业把它带进来 所以在这感谢全国 各位今天来参与的所有的民众 以及我们这个滋化界的老板 在这里都被他们最好的梅子 跟我们这些青龙 设备最好的梅子 在这里再次欢迎全国的民众 今天联系三天的 舍头之外 巴热观光学 给我们丽林指导 来这里吃梅子 买梅子 来这里铁头 每年买梅子 每年买梅子 都欢迎 大家来吃点理由 谢谢大家 我感谢你 不好意思 来 那现在来邀请我们 今天 张化人张化是新闻记者 林明佑采访报导